新冠疫情期间,家长没法带孩子出门散心旅行怎么办? 没关系,来场无需门票排队就可以参与的虚拟旅行吧! 孩子们坐在电脑前就可以玩遍全世界的主题乐园、动物园和海底世界, 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这不一样的精彩吧! 比士尼乐园的虚拟旅行就可用小小的鼠标带来无尽的魔力。 从360度街道全景到YouTube频道上虚拟主题公园、游乐设施,应有尽有。 想在世界主题公园之都看到更多场景吗? 那就访问奥兰多的迪士尼Visit Orlando乐园博客吧! 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了许多其他的虚拟刺激。 环球影城同样可以在线上激发游玩的快感, 您可以在家中通过奥兰多环球影城的虚拟服务欣赏好莱坞环球影城的幕后花絮, 或享受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等等。 对于在家的小朋友们来说,坐在电脑前看场动物园的动物主题直播也是不错的选择。 圣地亚哥动物园目前正在直播很多的动物区域, 使观看着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虚拟地拜访自己喜欢的毛茸茸的朋友。 喜欢海洋世界的朋友则可以通过乔治亚水族馆的网络直播漫步海地, 那里展示了从水塔到白金的各种生物的实施状态。 另一个令人惊叹的水下虚拟参观则是蒙特利水族馆, 可以消耗一天的时间看大鱼。 亚洲好戏当属谷歌和NASA联合出品的虚拟游火星项目, 虽然人们现在还无法真正地前往这红色星球, 但这个访问火星的虚拟活动提供了好奇号火星车记录的火星车, 火星表面3D复制品之旅,离开地球表面的愿望分分钟就实现了。 希望以上这些好玩的地方可以让您在家大开眼界。 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订阅魅力中国中文电视, 关注我们的微信号魅力世界, 或订阅YouTube频道CharmingChina, 收看更多精彩节目。